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國海 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節目播出的時間是7月1日 今集節目的題目是《中國男子襲擊居華日本喬文武子》 最近我做了幾集節目,重點是說中國當下的民族主義出現了民粹化的傾向 我在那集節目中講了幾個不同的網絡事件 分別是一個叫貓一杯的網紅,他因為虛構了一個小學生 在巴黎公司掉了自己的作業,被官方懲罰,說他是造謠 第二個案例是一個叫香飄飄的企業,這間企業是預包裝飲品 香飄飄旗下的一個紙品牌出口去日本的產品 竟然出現有封套上寫著一些反對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標語 據理解這些杯套並不是出廠就有的 即是不是在生產線上已經將這些反日標語的杯套 一個個掃進這些產品裡,然後再一個一個出口去日本 而在這些正常狀態的產品去到日本後分拆成一杯杯單獨包裝的狀態 然後有個別人將這些杯套在日本當地套上這些產品上 然後再將它們放上貨架 而由於有這些反日標語杯套的產品,有人拍照放上社交媒體 導致香飄飄這間企業也是一間上市公司 一時之間獲得了很多商業上的利益,股價一度上升了很多 那整件事其實會不會是香飄飄這間公司在背後一手策劃? 大家日本人當然是沒有證據可以證實 但香飄飄確實是非常有嫌疑 也有動機和資源可以做到這件事 第三個案例就是一個叫做鐵頭情惡揚善的網紅 他就去了日本的政國神社圖鴉 和在那塊地標性的石牌周圍小便 據這位網紅鐵頭表示他這樣做也是為了抗議日本排放核污水 我在節目中對這三件事做了幾個簡單的比較 指出現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民粹化的確是越來越嚴重 需要我們去警惕 對於那兩集節目,有部分的聽眾朋友持不同意見 一般來說對於反對的意見 如果是言之成利的話,我也願意接受和參考 但有時一些反對的聲音只是在細節上糾纏 但無論我們對於細節的掌握有多準確 但如果我們對於更宏觀的人性和心靈不理解的話 我始終都很難真正地理解今天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而正正因為我在中國大陸生活了超過10年 所以我對我的結論是比較有信心 因為我不只是看新聞 還將這些新聞和自己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經驗做一個認證 今集節目說的仍然是中國民族主義相關的新聞 就是一件叫蘇州新地中心公車站遲到襲擊事件 這件事在維基百科上有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件事發生在剛剛過去的6月24日下午大概4點 在中國江蘇省蘇州市虎幽區塔原路新地中心 一個公車站上 一個中國男子襲擊一對居華日本僑民母子 和日本人學校校車上的中國員工 最後這對居華日本僑民母子 只是受了傷但沒有生命危險 但可惜的是 這個日本人學校校車的中國員工 為了保護這對日本僑民母子 受傷比較嚴重 最後救不回死亡 蘇州市是一個聚集了很多日本企業的城市 所以它都是居華日僑聚居的重要城市 根據日本外務省2023年的數字 居於蘇州的日本僑民大概有5312人 所以當地亦有很多日本人學校 包括今次涉事的相關學校 就是叫蘇州日本人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 事發的時候剛剛是放學的時間 這個30多歲的日本僑民母親和她3歲的兒子 在距離蘇州日本人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1公里的新地中心公車站在等校車接送 而當校車到達公車站時 一名52歲的中國籍男子周某某突然揮刀襲擊這對母子 當時周某某抓住日本小童衣服 令小童背捕中刀 之後襲擊者還試圖登上校車 車上一位54歲的中國籍校車引導員胡有平試圖阻止襲擊者 據目擊者陳述 胡有平是先拉後抱 即是拉著又抱著襲擊者 跟著就和學生家長一起利用雨傘和手袋阻擋襲擊者 襲擊者最後被胡有平和另一名的士司機合力制服 胡有平因此過程中被襲擊者連續捅了很多刀 雙重倒地昏迷 醫院裡搶救無效 在6月26日去世 胡有平去世後的第二天 蘇州市公安局和蘇州市建議勇為基金會 向市政府提出希望追授胡有平建議勇為的稱號 在6月28日胡有平告別儀式在蘇州市殯儀館舉行 他的親屬、親朋好友和市民群眾以及市和區 兩個級別的相關領導都前往調演 這個校車襲擊事件發生後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赤松秀一 會見了江蘇市市長吳興敏 就事件提出交涉 要求蘇州市盡快向日方公開案件的相關訊息 並且加強蘇州市日本人學校周邊的警備 吳興敏表示已經要求進一步加強安全防範工作 在5月25日下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中 聲稱這個襲擊事件是一個偶發的事件 形容全世界都會發生類似事件 並且表示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也會用保護中國公民一樣的措施 是保護災華的外國人 蘇州市市長吳興敏表示會進一步加強 保護當地日本人的安全 在事發後 這個蘇州日本人學校的正門附近 已經出現多名警衛和疑似便衣警察的男女 對周圍進行警戒 並且放置了移動式鐵欄杆 並且通過監控探頭加強了保安工作 如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的是對 即是說這件事只是一件偶發的事件 也即是說是隨機性的話 蘇州市市長這個做法是不合當的 因為他將這些保安資源集中在日本人身上 對於偶發即是隨機的事件 這樣處理的話 自然對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當然可能這位蘇州市市長的判斷和決定才是正確的選擇 事實上在這個襲擊事件出現後 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很多人譴責這個中國籍的襲擊者 也有不少人把這個中國籍的襲擊者 視為反日的英雄 很多評論表示胡有平是無藥可救 因為他竟然保護日本人 也有很多留言勸於醫院和醫生不要浪費心機救治 這兩位日本籍的母子 這些壽視言論嚴重到一個程度 導致微博亦要大規模整治 6月26日微博管理員發布了 涉蘇州遲到雙人事件違規內容的處置情況 表示他們發現有個別用戶偏離理性討論方向過度解讀本次事件 發布挑動民族情緒和宣揚群體仇恨的極端言論 甚至以愛國主義為名義為犯罪行為叫好 對此站方即微博亦以嚴肅的處置 依據微博社區公約等相關規定 微博刪除了759條煽動仇恨和美化犯罪的違規內容 亦對36個違規的用戶似乎程度作出處罰 輕則是暫時性的禁煙,嚴重的話會關閉帳號來處置 暫時來說我們都不太知道這位蘇州的襲擊者 他行空的動機是否追一種民族仇恨 但當很多人在網上為這位襲擊者叫好時 會出現很大的風險 因為有很多人會為了在網上獲得更多的認同 做相似甚至更嚴重的行為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在香港黑暴期間 曾經出現了一波連續的自殺事件 我在網上簡單再看看新聞 隨時一數都有超過10宗案例 包括在2019年6月15日 正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 表示會暫緩逃犯條例收訂時 35歲的梁寧傑,身穿黃色寫著 黑警冷血,林鄭殺港八個大字的羽衣 突然爬出太古廣場外面 在20米高的臨時工作平台位置 畫上白色橫額,上面寫著 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 林鄭下台No Extradition to China的字樣 當時消防員希望將他拉回到安全的位置 但衣服鬆脫,最終跌到行人路上 昏迷不醒,送院搶救後最終不止 在6月29日一名21歲的女子 由粉嶺家福村福泰樓高柱墮下自殺身亡 據現場消息和懷疑在女死者的Instagram貼文顯示 這個女死者在墮樓前曾用紅筆 在24樓的梯間牆壁寫上《反送中》和100字文章 內容看到,雖然抗爭時間久了 但絕對不能忘記我們一直以來的理念 一定要堅持下去,強烈要求全面撤回條例 收回暴動論,釋放學生示威者 本人願可以小命成功換取200萬人的心願,請你們堅持下去 我對黑暴當然是一個堅定的反對態度 亦不同情黑暴的支持者 但如果大家用心感受就會看到一些相似的地方 事實上,黑暴期間香港這些自殺的人 未必一定是政治狂熱分子 而這個蘇州襲擊校霸的人士 也未必對日本有什麼深受大限 但仍有一個傾向就是將自己的苦難和挫敗 和當下的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 這樣才能得到安慰和得到認可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對於中國現在出現著 一些不好的思想的苗頭要更加去警惕 這一集的時事觀察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國海,我們下星期再見 了解 我們是在留 cuatro 五月頓 請úde 四十六 四十五 一二 感谢观看